-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哥 本期的军魔镜头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款由5M公司所出品的 1-72T55AMV坦克的素质成品模型 这款产品也拿到有一段时间了 据说是精品中的精品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盒来看一看这款 2-AMV它的做工到底如何 这些螺丝千万别扔掉 都留着我每一款的素质的5M的产品我都会给它回合 压力罩子给它保护起来固定起来 好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款T55AMV坦克它的一个外形的外观的一个细节 奶奶手上整体的质感非常好 是全素质材质的 分量适中 它的涂装是采用的经典的酥菌绿 带有非常明显的旧化 它的这种旧化呢不像是那种非常生硬的那种 非常脏的那种旧化 而是一种非常接近于我们实际的一种很自然的这种旧化 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这款T55AMV呢 它的外观上的特征也是非常的明显 首先呢 它看到炮塔车身的两侧群板这里都是披挂有大量的接触衣反应装甲 爆炸反应装甲 这是AMV最主要的一个外观特征 还有一个识别特征呢 就是在它的主炮100毫米的线堂炮 炮座上方加有一个激光测距仪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 它的武器配置我们可以看到啊 除了100毫米主炮以外 还有一挺7.212.7毫米的高射机枪 然后在它的这个地方 同轴的机枪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7.6毫米的铜炮机枪 应该是有两挺 我们取下它的炮塔 看一下 这个炮塔拿的时候要小心 你看它这个旋转的阻尼特别好 不用我说 肯定依然是采用的 5M所独创的特有的 还有这种塑料电圈的啊 这样的一个主动效果啊 非常好 我们看到刻画的细致程度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 成品里面的极品啊 成品里面的极品 精品中的精品 毫不夸张 这边是有一个钢篮啊 牵引绳 发动机舱啊 散热散热孔啊 格杉 你看 这种镂空的细节 在表现 呃是十颗片也做不到的啊 只有数次成品 才有可能实现啊 两个油桶 这就枕木啊 枕木的那种花纹 对吧 履带板啊 可以替换的 好生窗口啊 细节一点不含糊啊 出送轮 刻画 非常棒 非常棒啊 履带也非常的平直 非常好 车灯 带有一个银色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他的炮塔 他的旧画啊 编号542 这是水贴纸啊 你看他这个扶手啊 灯车的扶手 包括他后部的很多的这种工具箱 啊 一个个的工具箱的细节 烟雾发射装置啊 暴反装甲 红外大灯啊 细节刻画都非常的好啊 他的 成员舱盖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开启的 没错 没错 向前开启的成员舱盖啊 实心的啊 整个实心的炮塔 天线 细节无可挑剔 太棒了 太棒了 你看这种镂空的效果细节啊 再装上去 T5装弹坦克啊 是T5AMV 应该说在 现在我们的叙利亚战场上 依然能够看他的身影啊 非常经典 非常彪悍 好 我们来称一下他的一个重量 归零 重量是 55克 现在进行一个点评 5M的这款 T5AMV 主弹坦克 他的 他的整体做工确实是非常的精良 丝毫不夸张的讲 的确是我们的 T2比例 成品模型里面的精品 喜欢输均装备的小伙伴 我是非常建议进行收藏 确实是非常值得收藏 素质产品 他的一个固有的问题 材质相对会比较脆弱一点 特别是上他的这个车灯上面的这个防护的外照 要小心把玩过程中千万不要把它碰碰掉了 还有这根小天线 也是一样的 特别小心 那其他的话 只有优点 没有缺点 好吧 那本期最后视频就到这边了 喜欢小伙伴 一段视频转发点赞 关注关注关注 下期视频 跟上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